生活 时事 音乐 我们什么都聊 我是王凯 我是Vee 无聊吗 现在就让我们一同开麦啦 欢迎回到中广新闻网一同开麦啦 我是王凯 我是Vee 这个礼拜 这个礼拜日就是我们的圣诞节啦 哇哦 好快哦 真的很快就到了一年的尾声 我觉得今年过得好快 好快哦 因为我历经了蛮多事情的 我今年做了好多事情 我算是从学生转变到社会出社会这样子 所以等于说我今年有放到了寒假 我最后的人生的寒假 然后做了壁志 壁志展演 等于说今年是我的最忙碌的一年 所以我壁志展演啊 然后线上的币典 毕业典礼 然后还有找工作啊 找到工作 然后等于说入社会 开始工作 很多个里程碑耶 真的耶 对吧 你今年好精彩哦 对啊 难怪 那今年一定会是成为 算是史上最有记忆的一年吧 最有记忆 最有记忆吧 而且重点是我今年也是得了COVID-19 所以我现在可以很合理的说 我得了长新冠是OK的 所以脑雾这样 脑雾脑雾 你要为你的那个脑袋空空的方 找一个开脱的借口 哦没有是等于说有时候放空的时候 有时候有时候脑袋空空 啊脑雾脑雾 不是我的问题 而且现在其实不止我现在有脑雾的问题 现在连歌手卢广仲 他也说还有脑雾的问题 所以合理吧 还在延续上上礼拜的话题 没错哦 所以是很合理的 脑雾是很正常的 真的 好 嗯不过我觉得每年哦 到了就是你知道年底的时候 我觉得最重要的应该莫过于就是 很重要的一个节庆 就是圣诞节 圣诞节 大家应该期待很久了吧 对 而且我有发现 近几年台湾越来越有过年的气氛 你是说哪一种过年 我一直觉得年位越来越少 我的过年的意思是说 过圣诞节 过万圣节 因为好像对于西方社会来说 圣诞节确实是他们的过年啊 就是他们的过年了 对对对对 没错 这倒是 因为他们就是1月1号就是 对他们来说就是新年了 他们没有农历年这种习惯 但我觉得说到年位 我们的年位真的是越来越少 是不是 我现在连以前你知道 过年的时候 就是过农历年的时候 想要去年位就去哪里 就是去那种什么三凤中街啊 高雄的年货大街 我现在啊 而且以前不是三凤中街而已 是街上随便一个地方 都会觉得张灯节才 我觉得会不会是因为 就像是美国他们都是 等于说放圣诞节 也是他们的过年 那会不会是我们台湾的百姓 大家都跑去出国玩了呢 也是有可能 对啊 所以就搞得我现在 想要享受那种 就是农历年的年位 我要去哪你知道吗 哪里 加勒福 我知道因为加勒福 是目前来说最 装潢什么最扭年位的 就是他们一定会摆一堆 就是过年的东西 过年过节那种 红色的灯笼啊 然后春联啊 各种果盘啊 然后会一直攻 吃拱 先说我们不是帮这个 加勒福打广告 没有 没有 我们真的没有 没有各大 其实各大卖场都有 不管是不是加勒福 全联也会 说到卖场 我们家以前还会 就是半夜去 那个搭卖场购物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那时候好像就会跟 百货公司一样 会有什么满 两千折两百 真的假的 真的 好像还有 就限定就是什么什么 半夜限定之类的 所以等于说 我爸爸妈妈就会 跟我说 晚上赶快去一下大乐 就 所以要搭卖场这样子 好酷哦 就非常的特别 我觉得那个会是一个 很有趣的回忆 而且而且以前大卖场啊 就蓝色的那一间 嗯 他家 他不是假的 他的晚上是没有开的 就是那种 半夜是没有开的 没有24小时的 可是他现在已经都 就是24小时不开的 没错 我以前 但是我不是跟家人啦 是我大学的时候 还蛮喜欢在凌晨的时候 去逛 逛那种卖场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觉得别有一番风味 就不管是自己去 还是跟大学同学一起 都有 嗯 因为我就觉得还蛮好玩的啊 我想一下哦 我自己好像也是 就是好像上了大学之后 是不是 开始会去 就是走走晃晃 对啊 我觉得那个逛 逛这种卖场 对我来说是一种 我不知道耶 我觉得很疗愈 但我偷偷说 我小时候超讨厌 父母说 哦又要去搭卖场了 会吗 我超爱的 我也觉得 好累 有点无趣啊 对好累 对对对 有这么好累吗 因为要走啊 因为要走 那个走完那个大卖场 而且你要拿东西 就跟你去那个 乙家家居是一样的意思 啊对对对对 乙家家居是 你知道我每次都走街巾 而且我你知道我最 我还有一个最害怕的卖场 就是 哪里 你知道欧美来的那一间 就是要会员卡 才进的去 C开头的 C开头的那一间 对对对对 就是好事情很多的那一间 我最害怕的是去那一间耶 为什么是人太多吗 对 结账的人太多 不管怎么样 他永远里面的人都是满的 我觉得还蛮可怕的 对我来说啦 就是去那间 可能要平日去就对 但我觉得他平日 人也不少耶 不知道为什么 他人生意永远都这么好 就是他就是很便宜啊 尤其他黑舞 黑舞 难怪 而且他量又很大 黑舞过完就是圣诞节 好可怕 就是双11过完就有双12的 同样的概念 没错没错 所以今年有剁手吗 剁手你说是双12吗 之类的呀 但是没有啊 我好害怕哦 这么这么那个 今年我真的是连开都不想开了 你说连点开都不想点开那个APP 没错我现在真的是不敢再乱花钱啦 就是等于说 我怕我一看我就会想去买 你雅诗兰黛小宗品也不想买 没有没有没有 都没有买都没有买 我昨天还前天在那边看 我忘记看什么 反正就是应该也是随便刷抖音或什么之类的 就看到人家又在讲那种什么 因为你知道 每到年底 每到圣诞节 也不知道为什么小宗品就会开始卖 很奇怪哦 他就是会在这两个节庆 就是什么双11双12的时候就开始说小宗品 然后什么一整组的 我现在科普一下 而且在严正的强调一下 我们绝对没有业配 男女朋友的那个圣诞节礼物 啊没有男女朋友的你知道吗 就会说服自己 我是买给自己的 反正我也没有男女朋友 我要对自己好 而且大家不是强调说爱自己吗 然后看到我这个生日就是12月 是不是 然后说圣诞 不是什么圣诞 生日月 生日间圣诞月 对啊 每天都要 每天都要黑黑皮皮的 是不是 而且我突然想到 再播 就是这个月的最后一集 那一天刚好是你的生日 对不对 对 你这样就破梗了啦 没关系我们下礼拜的节目 就在节目上面帮他唱生日快乐歌 就我的出生日期非常的特别 是1999年的12月31号 对啊很特别 那你觉得你自己会更想要在1月1号 还是1231 你自己 小时候是希望是1月1号 为什么 因为觉得比较特别吧 因为等于说千禧年1月1号 而且也蛮多 就是也蛮多人问我说 为什么你们家不是在1月1号生日 而是在12月31 是最后一天嘛 但是我后面觉得 哎哟还好不是1月1号 1月1号我已经睡死了 那等于说前一天狂欢 然后隔天1月1号再补眠 所以其实后面我想 哎其实31号生日还蛮好的 哦因为放假都是放在1号 对 然后2号可能就要上班了 哦对也是 就是有点尴尬 你知道因为我这是31号嘛 这不知道是配合太多的想法 还是太烦恼 就等于说朋友 大家都想约这一天 你毕竟是你生日嘛 然后就哎好尴尬哦 那现在我要约谁 就我要约谁 就会有很多贪这样子 对对对不得该怎么办 会得罪人哦小心哦 会得罪 所以你知道我们后面怎么样哦 后面又说好 31号我已经决定给谁 那之前 请不要再来找我了 没有没有 之前可以可以 等于说29 30 28都有行程 就已经都固定好了 等于说我已经安排好说 就不会冲突 哦哎好赞哦 对啊对啊 所以12月是你的快乐的一个月 是没错 但是我学生时期的时候 其实对于这个跨年有点小尴尬 为什么 因为刚好不知道为什么 31号刚好卡在期末考的时候 每次吗 就是刚好我们期末考都提前考 那刚好我那一天上课那天 因为31号是要上课 1月1号才不用上课 我每次31号 前一天晚上都在熬夜 不知道为什么 就我大学时期都在熬夜 就是刚好都没有好好过到生日 对 那你都是刚好考完吗 还是就是没有 隔天可能还要考 就等于说隔天就还是要考啊 好难过哦 就很辛苦 就是一直考到生日当天 没错 天啊 超级不迪累的 辛苦了辛苦了 但还好啦 你已经毕业了 不会有到考试的问题 对 说到圣诞节 我有想到一件事情 哪一件事 就是你家小时候会不会 就爸爸妈妈会不会买给你圣诞节礼物这件事情 就你们家有得过圣诞节了吗 我家没有 我们家还蛮特别的 所以你们家是那种真的很梦幻就是会 就是摆圣诞树 然后圣诞树下会有礼物吗 对会 真的假的啊 而且我们的圣诞树 我们的生日礼物很特别 你知道是怎样吗 因为刚好那一个月是我们的生 我的生日嘛 但我们家的习俗是 习俗 习惯是 习惯成 就是习惯过一段时间之后就变习俗了 你们家习惯是什么 对我们家习惯就是当每个 因为我们家有包含我叔叔总共有四个小孩 那我们是只要每个小孩生日的那个月 就会先去买一个礼物 挑一个礼物 所以我们小孩子都一起陪他去挑一个礼物 哇塞 好有仪式感哦 我印象中我这个月的时候是每个人都又可以再挑一个礼物 但我只能挑一个 因为大家是挑圣诞节礼物 但是你是圣诞节M的生日礼物 很特别哦 然后我们是等于是每个人在玩具凡头城 又在一边 诶没有 在那个长颈鹿的那个品牌的那个玩具店 绿色玩具店 绿色玩具店 我们就一人挑一个礼物 然后请店员包起来 嗯 就包成那个圣诞礼物 你觉得回到加州可以拆吗 不可以吧 就是要放在圣诞树下 是不是要一直放到圣诞那一天才能晚上 对然后我爸说 诶好咯 圣诞节你们可以去拆咯 拆可以去拆 好酷哦 诶这真的是很有仪式感 你爸很厉害 就你们家人也很厉害 对啊 所以等于说我们每天都在盯着那个礼物看 根本就不是盯着那个圣诞树 圣诞树是什么 我不知道 就是看着下面的礼物 没错没错 这就是仪式感的感觉 你们家真的太赞了 有点羡慕 那仪式感讲完之后 是不是要来一点休息 take a break 这也是我们广播的仪式感 没错 就是进广告 你知道吗 不花一毛钱 听广告就能支持中广新闻 回到中广新闻网一同开卖啦 我是王凯 我是We 记得到FB搜寻王凯开卖啦 找我们两个聊天 对的 还记得到YouTube还有Podcast 帮我们追踪一下中广新闻网 就是快点去凯凯那边就是留言聊天 那也会看到布什会看到我出现 对对对对 他寄生上游 对寄生上流 没错 时间到了 就是这个 应该是怎么说 应该是到了12月底了 圣诞节了 就是快要圣诞节了 我们要来帮大家整理整理 也不是整理啦 就是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讲了 明年最旺的五个星座 已经默默的出炉咯 蛤 我好想知道有没有我 对啊 到底会不会有你呢 我来猜一下 有没有很害怕 有有有有 来你猜猜看 就我12月底的嘛 摩羯座有上榜吗 我来看一下 摩羯座没有上榜 好吧 没有啦没事 大家也不用那么 看那么重 我觉得就是 也就把它当成一个 怎么说 就是 参考嘛 不一定 它就是 代表怎么样 可以 就仅供参考 那我想知道的是 就是前五名里面的前三名 嗯 怎样 因为毕竟 12个星座前五名 好像等于说 才去掉七个 所以我觉得排行榜里面 前三名才是最 最精准的啦 所以你只想听前三名就对了 好吧 那我们就来看前三名吧 因为我自己的金牛座在第四名 那我就不说了 抱歉抱歉 好好好 我听一下你的第四名好了 我们从第四名开始 因为王凯凯的星座在第四名 没错 所以我们从第四名开始 没有啦也也其实也就还好啦 第四名就是我的金牛座嘛 然后他是说 明年都是跟沐昕这个星有关系喔 他这边讲的是这个 那金牛座呢 如果你跟我一样是金牛座的朋友 在2023年啊 他说你很明显的可以感受到 你之前在你身边的这些小人 这就是这些孽缘吧 就是退散 慢慢的退散退散 这个我真的是觉得 希望是啦 然后呢 他也提醒大家 提醒金牛座的朋友 多多的做好事做义工 就是有善有善报嘛 这样子 然后呢 金牛座在2023年 你各种样子的规划 还有目标 都会很顺利的来达成 我觉得是准的 因为凯凯跟我讲说 他 我不知道是准的啦 但我觉得 我相信他一定是OK的 真的喔 因为凯凯就跟我说 有时候做事情 就是怎么讲 就是都会 不如他的预期想 他的意思是说 最糟的事情 都会总是发生在他身上 所以呢 我觉得明年 就是他的转运年 拜托了 我希望明年就是我的转运年了 那第三名是 第三名是 双子座 喔 双子座呢 他们说呀 这个木星呢 的能量 这个幸运的能量 会在他们的这个 星座里面 得到最大的发挥 不只呢 是在财运和事业 你在爱情上面 也都会有机会 更上一层楼喔 你如果有伴的人 感情就会稳定 没有办的 更顺 你有机会遇到你的良缘 哈哈哈 我总觉得 你现在像什么美人一样 我想要双子座啦 我个人也需要 哈哈哈 然后呢他也提醒啦 老师们也提醒啦 如果你想要理财 那也要多听听 你身旁的贵人 对 的意见 可能会有些帮助 对 我觉得这很重要 欸为什么你会想要双子座 还是你想要他的 我想要爱情的部分 你希望你是双子座 对对对对对 是觉得金牛座 好像没有打到你想要的 的点 爱情的点 就是好像 嗯嗯嗯 好像嗯嗯 他说的这部分 嗯 参考参考 对啊参考用参考用 但是双子座有爱情欸 对啊双子座有爱情欸 贵人帮忙 这些我都想要 那我希望广播也是凯凯的贵人 真的 把他传出去 凯凯像他目前真有中 单身中 单身中 来到了第二名 第二名呢 是双鱼座 鱼鱼 没错 那双鱼座呢 这个木星在他的财帛宫 也就是说财运会一飞充填 哇 欸我觉得这个蛮 我需要这个欸 你想要当双鱼座是不是 欸欸欸 可是我不想 我看到后面他写说 就是什么咖啡啊 贷款啊 对啊 他的一飞充填是说 你可以把你之前欠的东西 全部还完啦 那我记得是双鱼座 比较 怎么讲 爱好自由嘛 等于说 享乐主义 是吗 我不知道 你你这边有双鱼座的朋友吗 我不确定欸 大家可不可以留言告诉我 对 你们是双鱼座吗 你是享乐主义吗 你是享乐主义吗 对啊 所以双鱼座的可以在下面 帮我们留个言 加一加一 加一加一 没错 那2023年呢 你会犹如神主 就事业会变好啦 然后当然 奖金啊 薪水啊也就会跟着一起来了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如果你是双鱼座的朋友 好好 那最后最后第一名是谁呢 最后呢第一名是 母羊座也就是白羊座 我个人啊 我要岔个铁 我个人跟白羊座 不知道为什么 我非常热爱白羊座的人 我以为你要说 你跟白羊座的人 特别不合欸 没有欸 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喜欢的人 都是白羊座的 会不会是因为就是 个性吗 白羊座的个性 就是比较属于 坏坏惹人爱 有坏吗 有坏吗 我不知道欸 为什么今天比较 踏实一点 有吗 就是安静 我不知道 听人家讲说牡羊 就是牡羊啊 白羊的那个 脾气比较冲 你有听过这个讲法吗 還是我记错了 没有欸 你说比较冲 是什么意思 脾气比较冲一点 比较 哦 容易上火 对啊 不是吗 还是又是我的 又是我 又是我在造谣 那应该是你有遇到 我自己是 遇到的是还好 还可以 可是我遇到的是 牡羊他们会忍 忍 可是后面会爆发 对对对对对 牡羊好像比较那个一点 对 会隐忍一点 好 第一名恭喜的是 我们的白羊座 白羊座呢 他的幸运心 在年底就已经 进入到白羊的命功了 所以呢 2023年就是他的主场 在木星的加持之下 白羊座 在哪儿 好运都是连连的 而且呢 还会有贵人帮忙 等等等等 怎么了 我刚才看完了整篇的文章 嗯 其实好多个星座都有贵人的帮忙耶 所以我就说 这种东西就是 信者很信嘛 不信者则很不信 这样 但我觉得觉得 这种东西呢 就是提供给大家做一下参考啦 我自己个人会觉得说 我其实近几年啊 嗯 我之前其实还蛮爱看星座的 我以前也好爱看 因为应该是我现在也还蛮爱看的 还是会看 但是我 我会 你知道完了 我会希望就是说 星座在写的时候 不要写太多坏的 我觉得我会希望说 我看到更多的是 一些建议的东西 哦 我不想要 比如说你下个礼拜 或你下个月 什么东西不好 我理解这个意思 我会希望他反过来写说 比如说你多注意什么 什么点 要不然我就会觉得 有点在贩卖焦虑 对我来说 就像是他写说什么 什么摩羯座最不适配的五个星座 对啊 之类的 然后你看到你的暧昧对象跟你是一个 最不适配 对啊 的星座的时候 你要我怎么想 你就会想啊 我跟他不适合 对 或是你就看情况 确实 他就跟你说 摩羯座下周 请你注意出行安全 你有可能会有小摩擦 对对对 我这样我到底还要不要出门 也很白单行 对啊 但我还有听过一个说法就是说 你看哦 比方说我是摩羯座好了 可是我可能看到 然后窗子座啊 摄所座 欸这也是我 这也是我 对对对对 这之前人家有讲过 所以有人说 欸其实他讲不管讲什么 你都会觉得那是你 他比较 笼统一点 我这样讲就是又被人家骂了啦 有可能 但是不一定啦 我觉得这些就是看大家 我觉得是可以参考可以相信 但我很讨厌你的事情 就很 我很讨厌比方说我 假设我的个性 可能 假设如果今天比较闷骚啊 然后 就是如果我的个性 会怪到星座上 对 就是我朋友都会讲说什么 他因为你是什么座 对对对对 所以你怎样怎样 你才会这样的反应 对对对对 我心里想想说又不是只有12个星座 而且你要看人家的上升太阳 月亮在哪里好不好 真的 个性是要全部搭在一起的 不要只因为一个太阳星座 就说人家怎么样好不好 真的是莫名其妙 对 所以我觉得如果星座是当成一个 是第一印象的话 我觉得OK 你可以问我是什么星座 但我很讨厌 就是有人看到我的做事行为 或是个性之后 就直接跟这个东西 那个会连在一起 他就把一个 就像你讲的 比方说负面的行为 然后就会挂上等号 就是比方说 你因为是什么都做 所以你就会有这个 对对 就好比说 虽然讲 某一个星座是花星 那你是花星 你就是负星 有一些人就会这样 然后就觉得 不要这样嘛 不要再欺负大家 对啊真的 还有一个是什么 你如果跟这个星座交往 或是你跟这个星座怎么样怎么样 那你就会怎么样 对对对对 然后就觉得 拜托不要贩卖焦虑 拜托 真的 真的 好啦今天聊到那么多 我觉得 还想再聊 还想再聊是不是 我觉得再聊下去 我们就要被骂死了 好好好 那我们聊到下一集 我们留到下一集 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的 新作的主题 还是我们下次来聊生肖算 我觉得可以耶 可以喔 我觉得过年的时候 可以聊个生肖啦 敲碗敲碗 好啦这段 我们最后来听一下 这首歌 我觉得很正向 我也觉得很正向 很适合在圣诞结播 这首歌叫做 是在必行 来自于陈世安 还有 必出经演唱的 希望如果你有 跟自己朋友吵架 他快在 圣诞节还有情侣 快复合 合好